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一周来的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而广泛的研究与分析 帮你了解最近韩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局势 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 还通过韩广网站提供视频服务 欢迎您收听收看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频教典 我是全家里 特朗普就论那个美国总统刚十多天 就用一个行政命令把那个世界闹得鸡飞狗跳 这个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暂停难民接受程序120天 并且禁止七个伊斯兰国家流行者入境了 这一切都让人看到一个排外的特朗普 还有一个对外界充满抵视还有手段粗暴的 还有不顾全球化现实的一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形象 今天的视频教典节目 就是特朗普上台后不是签署了有关那个移民这个政策的一些行政命令吗 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比如说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120天内 也就是四个月之内 所有的难民 就是不允许难民入境美国 然后第二个就是暂停 他称的是有恐怖主义隐患的 他没指穆斯林国家 其实也是大部分穆斯林国家 他指的说有恐怖主义隐患的 这个移民的签证的发放 就是不准移民 这七个国家包括伊拉克 叙利亚 伊朗 苏丹 利比亚 索马里和也门 然后暂停发放的这个时间是90天 就是90天内 我不会再给你发放这个移民的这个签证 然后另外呢 他还无限期的对叙利亚的公民 不准发放签证 并停止处理叙利亚难民的这个签证政策 就是公民和难民都不允许进入美国叙利亚的 然后他还每年把那个接收 特朗普把每年接收难民的这个限额 从原来的11万人削减到5万人 然后去年美国一共是接收了8.5万名难民 就是也是有一定数量的 但现在要5万名之内 然后其中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 这个原来的8.5万名难民之内 有1.2万名是叙利亚人 现在所有叙利亚人就不管多长时间 我是先不允许叙利亚来进入美国了 现在对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特朗普在五甲大楼签署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就说他为什么签署这个命令 他表态就是说 我不希望我们的战士在海外抵抗的这些国家的人 有这些威胁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 就是海外的战士在保护我们的国家 然后可能这些难民对我们国家有威胁 那我们就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其次呢 他他说他只想让那些 尸爱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人进来 对然后还说签这个政策的目的 也是想给这个国土安全部 然后以及国务院等相关部门呢 给他们的一定的时间 然后来查调查这些 有现在已经进入的难民的一些背景 然后呢防范有新的难民再进来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防范 这个对美国本土的这种恐怖 对突然就对恐怖袭击 所以说他突然就签署了这样的一个难民政策 对然后这个难民政策也是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有的难民有的公民可能 除了难民之外 这个他所不允许的这个进入美国 还包括这个美国绿卡 持有美国绿卡的公民留学生 还有就是寻求医疗帮助的 还有旅游的人 这些人就是这个这个政策出来的第一天 可能各个部门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滞留在机场 然后有很多持有绿卡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 我就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后来美国白宫的幕僚 然后还发话说 持有绿卡的人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才可能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他这个政策也是 不仅在美国本土 然后在那个全球范围内 也是因为他可能有歧视 穆斯林歧视这种宗教的这种倾向 所以引起了去轩然大波 在欧洲啊在其他一些地方也都有一些 而且这种新政命令呢 就是不需要通过那个议会的那个同意 对 那郭教授啊对特朗普的那个新移民政策 引发了那个全球性的争议啊 美国不是那个移民国家吗 是是是 那他为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些一些行动呢 就是说他的意何在呢 是是这个特朗普在今年1月20号这个就任的 是他就任了以后才十多天呢 就这个开始大刀括弧推行新政 嗯啊发布了这个移民的这个行政令 嗯还令全世界感到紧张 哦 这个我们有句话说就是新冠上任三把火呀 啊他就是这个一上任呢 就来了个下马威 嗯把全世界搞得一塌糊涂 嗯 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是 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往美国跑 不过像欧洲人也好 韩国人也好都是一样 嗯就在这个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吧 嗯韩国人都纷纷往美国移民呢 对呀 这到美国去打天下 嗯是美国是一个这个机会之地啊 是是到了美国只要去努力干活 嗯去能吃力的去干活 嗯就成功 所以呢很多韩国人到了美国呀 嗯这个成功的这个打下了天下 嗯这个在美国搞了一番事业 这美国主要是怎么样 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呀 所以呢这个可是呢 可是呢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呢 他就完全和到现在为止 美国的政策是背道而驰 是嗯一上台就这个发布了这个行政令 禁止难民入境 嗯还有这个完全禁止伊斯兰国家 刚才这个就介绍的就是公民进入美国 嗯当然了历任美国政府啊也有这种这个比较保守倾向的政府啊 嗯可是没有向着特朗普做的这么绝 特朗普所以他在发布了这个禁令以后呢 啊就引发了全球的争议啊 嗯啊这个英国呀 英国就掀起了示威啊这个要求政府啊取消 邀请这个特朗普到英国啊来来访问 取消这个啊 哦德国也是一样 德国说呀这个特朗普啊 这个是违反了国际社会救助啊 这个难民的一种基本这种思想 嗯 但欧盟啊其实欧盟所有的就所有的国家呀 这种官员呢都纷纷发表声明 谴责这个特朗普啊 嗯这个伊拉克呀也提出了严重抗议啊 嗯伊拉克说呀这个如果是美国不取消从禁令的话呀 嗯伊拉克也会禁止美国人进入伊拉克啊这样说 嗯那个伊朗也是一样啊伊朗也是坚决的反对啊 嗯那个那个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是一样 嗯奥巴马美国总统也对他提出了提出严厉的指责呀 嗯这个其实美国来说呀 美国现任的总统啊几乎都不发表很多这种对于现任总统的这种批评啊或者是有这样的 可是这个啊可是这个奥巴马啊这次是这个就是这个例外的说出这话 他说他支持美国公民呢在全国掀起示威啊 嗯反对特朗普的这个移民政策 可能好像美国梦啊不像这个美梦是像个变成一个噩梦一样 是对特朗普是没有就是现在已经伊朗已经不允许美国不给美国人发放签证了 然后伊拉克是不给美国的旅游签证不发旅游签证了 是这样的啊就是也是做了一个反反抗吧可能是啊 所以他这个美美国这样做了以后呢 这韩国外交部就很紧张啊嗯韩国外表外交部说将会和美国呀这个进行沟通啊和他们进行接触保持合作 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到了2011年的时候啊嗯在美国呀非法拘留的韩国人呢有23万人哦 其中差不多有3万人呢是已经等候啊被这个驱逐出境嗯所以呢这个韩国的这方面的要注意 因为是这个特朗普这种反移民政策呀将会对韩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嗯所以韩国外交部决定啊和美国积极保持联络嗯沟通 呃在这方面呃不会对韩国侨胞呃因为韩国侨胞出现影响复复复复复复我们也变成第二个那个什么伊斯兰国家一样啊 那杨记者啊那个特朗普政府对那个中国生产的轮胎就进行了那个反性相关税啊啊啊他的内容是怎么样呢 对正好是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的四天就是1月24号然后美国商务部就是宣布对这个在华的客车和卡车的轮胎 嗯然后进行这个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做出最终的裁决 就说我认定这个从中国进口的这个轮胎存在这个倾销和补贴的行为 嗯然后其中呃这个数字是这样的就是反倾销的税率为9%和22.5%嗯 然后呢反补贴的税率更高是呃38.61%到65.45% 这个数字比原来他出彩这是最终的裁决出彩的时候这个反补贴税率其实是17.06到23.38 就几乎是翻了一倍他这个中裁的时候就是要加大幅大非常大幅度的关税对这个中国进口的这个轮胎 然后呢呃这个呃商务部发表的这个声明说我才觉得这个期限是他调查的是从2015年开始 嗯然后一直到呃去年的2016年的2月份 然后进行了这期间的一个调查 嗯那这这期间的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呃890万个卡车和客车的轮胎 嗯价值是10.7亿美元嗯那就说如果要是呃这个呃成立的话那我要收收大大大大幅度的税 嗯不过呢就是呃在这个呃虽然美国商务部做了最终的裁决但是距离收税还有一步呃一步的距离 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就是贸易救济政策程序呢呃呃他除了要商务部来做这个财商务部呢是呃裁决要收多大比例的这个呃幅度 嗯然后另一个部门呢就是美国国际贸易贸易贸易委员会他会来裁决说呃你是不是就是这个轮胎 中国的轮胎是不是对美国国内的行业造成了这种损害是不是是不是真正造成了这种损害 对所以说在3月的时候就是他1月份呃呃商务部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3月左右的时候这个美国贸易委员会呢会做一个最终的裁决嗯 就说如果他认定你这个呃中国的轮胎的确对美国国内行业造成了影响 因为这个清销和补贴造成了这样的冲击和影响的话 那么就开始真正的开始收税了 所以说现在呢中国国内的一些商会和企业协会呃正在做这种应诉 就是损害中裁抗诉就抗变的这个工作然后准备材料 然后这个企业已经进行了已经进行了这个叫呃听证会 对然后这个让这些企业呃包括几呃几家中国的这个轮胎企业 然后来进行说明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轮胎在进口美国的时候 没有没有这种倾向和没有这种呃呃补贴这样的一个一个正正 其实应该是先听证会之后之后像发表这样的反经销的那个东西才对 对他是说而且这个现在中国还要其实这个私贸组织吧呃 呃有关这方面如果他最终裁决的话会对会对进行呃起诉 是啊那个郭教授啊看来好像那个中美之间的那个贸易战争啊 这已经开始了啊 苏已经开始那中国的反应跟韩国对韩国的影响是怎么样呢 是这个美国为了保护本国贸易啊必定啊和中国发生这个贸易摩擦 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吗强国吗出国很多吗啊 那现在中国和美国是韩国的是就是韩国两大贸易国 嗯那如果是这个美国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摩擦呀 那必定会对韩国出现很大的影响嗯对造成不利的影响 特朗普呢他老是认为是美元这个坚挺啊 嗯认为其他各大的货币啊就是应该贬值在应该是升值才行 嗯因为是这个这是上条上条货币的价值 嗯特朗普还指责呀中国故意啊压低了人民币的汇率 嗯他说呀因为美元走走强啊 所以呢美元所以这个美国呢美国公司已经不能再和其他国家竞争 哦那这所以美国人失业也多嗯所以其他国家必须上条汇率啊 特朗普准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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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中国呀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呀 嗯啊这是特朗普企图迫使中国呀嗯这个叫人民币升值嗯 嗯准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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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参 嗯中国当然不会束手奏旗就擒了 嗯中国当然是这个啊会去反对美国这种做法 嗯那中国首先恐怕会大量抛售这个这个美国的国债 以各种方法对美国采取这个报复措施 嗯啊就比比方说想WTO这个这个的 прос pushed 等等这个专家认为呀这个美国和中国呀是激突吗 在各个地方都争锋 所以他们发生贸易摩擦和货币纠纷 也是必然的事情 当然这两大集团发生冲突 会对韩国造成直接的影响 你比方说 如果人民币汇率动荡不安 那么就会加大了韩国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外国投资家如果从中国市场撤回资金的话 那么韩国股市也一样 韩国股市非常大幅下跌 可是也有很多人认为 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期 他做出了很多的承诺 那是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 那以后他当然是最近发表了行政令 做出了强硬的态度 但是刚上台 我刚才说上台三把火 可是他以后会不会一直强硬态度 那还有待着观察 所以很多人认为爆发这种货币战争 或者是这种贸易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未来呢当然是美国会对中国采取这种强的立场 不过呀美国也是惧怕会两败俱伤 这个所以说爆发全面性的战不大 双方双方并且长久以来这种合作已经定型了 即使是特朗普想采取报复措施 也不会立即产生很大的变动 那现在呢目前韩国最关心的当然是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协定 和美国的贸易这种贸易协定 这个特朗普一再强调 要退出TPP啊 或者和各国签示协定要重启啊 这没有错了 就是以后美国一定会和韩国重启贸易协定谈判 那如果重启谈判呢 我觉得是韩国会站在这个处于不利的立场 可以理解他其实要减少他这个美国的那个贸易逆差 但是呢他现在发出的一种信号是非常矛盾的 因为美联储是要美元的升值 是吧 那升值 但是呢他现在那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新政策呢 就是让美国贬值 因为贬值才可以这个进口要少一点 那解决他们的那个贸易那个逆差 不过呢现在好像两个好像互为矛盾的那个这种情况啊 就是扬定记者啊 就是特朗普上任之后一百天内不是像中国 呃就就就讲美国中国世卫这个汇率超中国嘛 对啊 他的影响和那个中国的法令是现在怎么样呢 呃是这样呃虽然特朗普就是在竞选的时候就这样讲 但是说他上台之后他也说了他接受这个华尔街日报的采访的时候 他态度比较缓和 嗯就是说说可能不会再就职第一天就这么做 然后可能要和中国来谈一谈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特朗普的这种做法 他要给中国贴上这个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其实他是想手里有一个砝码 然后促使中国和美国去谈 然后我可能这是汇率操纵国只是他的一个砝码 嗯然后他要如果贴这个标签以后 呃后续的程序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美国财务部可能与中国启动这个双边的这种谈判 嗯然后就说为敦促这个中国说明 为什么低估本国这个货币的这种原因 嗯那如果呃再观察一年 如果一年之后呢呃他认为中国继续实施这个汇率操纵 那他可能就是有会有一些惩罚性的措施 比如说把这个呃争议上上提交到这个货币基金组织IMF 或者同时要求就是他自己的单边制裁 可能是要求这个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呃的融资 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者说美国的一些项目不允许 就是中国中国采购项目不允许中国参与 但其实这些我们来看对中国没有特别实质没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 嗯所以说他这个他这个呃他这个报复措施 一个是说他想要兑现他当初对选民的这种承诺 然后还有一个呢他这种做法可能其实是会给双边这种关系上划上一道裂痕 嗯然后而且他想贴这个呃呃汇率操纵国的这个标签 而其实呃美国自己定的这个嗯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汇率操纵国有三他有三个标准 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标准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为止符合了其中一个标准 嗯然后其他两个标准都完全是不符合的 但符合的这个标准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呃呃 中国对美的这个呃巨额的贸易逆差就超过200亿美元 但中国现在就是去年截至到2016年6月的这个呃数据显示是3000多亿 的确是这个这个超过还有一个就 这没办法韩国是200呃205亿 对他这个对的确是他这个贸易操纵国也不完全是针对中国 只是中国现在作为中国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能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 他们呃呃比如台湾韩国和曾经也会日本也是对做贸易操纵国 然后我们再看其他那个两个标准也是比如说大量呃 大量的经常账户余额超过GDP的3%中国已经从就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可能卖出人民币然后购买外比然后保让人民币保持这个弱势 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中国现在是比重是2.4%这个标准也不符合 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标准是持续单向的外外币干预 就是反复的买入外币就是我买进外币 然后呢呃呃但是中国也不符合现在中国实际是卖出外币的 中国不希望自己本国的货质呃来呃贬值就是美国希望货币去升值 然后中国现在其实面临贬值的压力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呃特朗普想给中国扣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么轻易扣的 即便他扣上的话我觉得中国也不是那么轻易就会让步 中国也会有一些反制措施比如说提起提提提提提申诉 然后或者说大量购买那个中国像刚才说抛售美美就是美国的国债 对这样的话对双方都没有都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他要是这样这样做的话 是啊就说现在好像我看这个特朗普对一些经济什么贸易方面的理解不够深了啊 感觉是这样就那格教授啊就说除了那个会那个贸易领域之外呢 就是安全方面还是美国跟现在中国有有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吧 尤其是那个中国南海方面啊 是这除了贸易问题之外呀 我们最注重的还是这个这个美国的一个军事政策了 这个特朗普在去年年底表示啊 他认为呀美国现在的一个战线呢拉的太长 嗯就是说呀美军现在在全世界呀 去为别的国家去进行防御工作呀 比方说在欧洲啊在亚台地区啊 啊他就是他的他的理论呢他说呀他会花钱呢去改善美国老旧的这种道路啊 桥梁啊或者机场啊 可是啊他不会花钱去打仗 嗯他是这样说呀 嗯为什么你花钱去打仗啊 去去派出美军的全世界各地去从从军事工作的话吧 你要花很多钱嘛 那特朗普主张的是加强美国本身的力量 嗯他就是他老是呼吁这个美国第一主义啊 就是为了美国重新变得强大嘛 嗯他会节省一切的国家的开支 嗯啊不会花些没有用的钱呢 嗯可是特朗普还说呀 他说他会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 嗯把美国军队建成了谁都不敢惹的军队 嗯这是他这么这么说呀 嗯那他说不花钱这个打仗 他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好像有点矛盾吧 是啊 这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呀他要建立一支啊强大的能够保护美国本土的军队 嗯而不是派驻在亚太地区啊去维护其他国家的军队 嗯也是刚才我说的呀 嗯他说把美国现在把战线的拉得太长 嗯他说不要出去啊嗯就是不要像奥巴马政府政府一样啊 嗯毫无意义的在全世界各地呀去保护其他的国家呀 这其实特朗普很早就提出啊 就是减少海外驻军的 嗯他早就说呀要减少在这个珠海美军和日本的美军 嗯他就说要叫韩国呀多分担这个驻军的这个分担费 对呃然后呢那如果是不然的话呀他要撤军 嗯那那么你国家的安全问题怎么样呢那你要自己保护 嗯你可以你可以这个这个这个开发核武器嘛 嗯这是特朗普的主张啊嗯我美国我美国的利益为主啊 你如果要我们保护的话你就多拿钱 嗯不然的话你就自己保护你自己吧 嗯这是这个特朗普的主张啊 对这个其实美国如果这样做呀减少海外地区的这个驻军的话呀 嗯对中国来说呀可以这个减轻了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压力压力 嗯对美国来对中国来说呀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是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解决解决南海问题 嗯对中国来说可是在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特朗普 他要这个撤回美美军吧驻海美军吧当然不会了 嗯如果到那个地固的话呀那韩国当然不会做事了 因为美因为北韩有核武器又前射导弹什么都有 嗯那韩国会这样做的吗韩国当然会开发核武器了 嗯以韩国或者日本呢嗯但是国家军事力量和科技发达情况来说呀 嗯那开发核武器轻而易举啊嗯那太容易了呀 韩国核电站的这技术是全世界一流的吗 嗯那发核电是一定的会了嗯那如果韩国和日本呢 丧尸没有了这个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 这种情况之下呀那就会强行开发核武器嗯那这种这种情况下 那特朗普也不会不会反对韩国开发核武器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就会造成全世界性的核危机 嗯老师你是那个台湾大学英语系毕业吧 对你应该给那个特朗普 我讲一堂课就是到底是美国第一或者是美国优先 第一的话要要有第一的一种责任感 嗯那优先的话优先的医务啊这个医务也不要责任也不要 不过都要American first 太奇怪了 可是可是这是他是个商人嘛 嗯我是这样觉得呀嗯以中国呀韩国的立场来看 觉得他是这个好像这个胡搞一通啊好像不太懂政治啊 嗯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呀美国长久以来是这个保守派来执政 嗯就是需要特朗普这样做呀美国美国已经有二百五十年的国家一个历史了 嗯二百五十年了嗯一个国家不会抢到三四百年的中国最了不起的一个朝代呀 不过超不过五百年的啊朝代啊到了时候啊就会你走太强了就会就会下降啊 这是一定的情况啊美国呀如果是就是不是特朗普啊如果照这个奥巴马以前就是政权嗯 嗯的方式老是在海外嗯去这个就是耀武扬威啊当国际警察的话呀 嗯美国强部会很久很久的来一直保持他们强大国的地位 嗯你比方说吧这个美国第七舰队呀嗯这个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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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地区这个这个这个来回走啊 耀武扬威的来回走啊这个第七舰队的这个出去一次这个钱呢嗯我们不能够计算的嗯 我听有朋友说呀嗯第七舰队要开出去的话呀嗯那呢后边那个拿那个美元呢 100美元那个钱呢这么厚 然后到海里边 一百美元 这样这个船才能走 所以我们把它看成 那个说成是一个世界警察吧 那以前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美国要送台湾 一个旧的航空母舰 很旧的航空母舰 台湾没有要 为什么没有要呢 你航空母舰一进来 你要刷这个油 那是多少钱 并且你航空母舰出去 不是航空母舰出去 你旁边有驱逐舰 下面有潜水艇 上面还有飞机 你哪有那么大的力量 养一个航空母舰呢 比如说给我们一个 罗斯兰斯车吧 我不敢要 我要了 那杨记者 那我们先就听取这个媒体 还有言论 这到底对特朗普的 那个性政策 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就看纵观 这个特朗普就任至今 然后可以说 他带来的不确定性 尚待观察 但是特朗普可以肯定的是 行动率非常受关注 因为他在竞选当中 对竞选当中所说的 然后几乎都承诺 所以这个美国的国会山报 他就那个发文评论说 非常惊讶 特朗普此前承诺的 竟然几乎全都做到了 这是对他的一部分评价 还有呢 这个英国的金融史报 就认为 他是从这个特朗普 就职眼说上说的 他说他认为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 最仇外的一个总统 然后呢 而且谁也猜不出说 特朗普他将以多快的速度 来推进他的想法 和他的这种特别激进的议程 对 然后就是让大家带来 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这样的观点 可能是代表了大部分 这个美国和西方人的 一部分观点 就是拒绝 拒绝接受特朗普 现在的执政的理念 和执政的风格 然后所以说 特朗普就是 我们可以猜错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没有这种行政经验 又急于表现呢 然后可能他的团队 也没有预见到这个混乱 可能带来就是全世界范围 对他的一种 或者有一部分反对 或怎么样 可能没有预见到 还有一个 他这样做 可能是为了取悦 他的这个支持者 所以他不为外界所反对 然后竭尽推行这些 排外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呢 这个可以说 这个整个世界将不得不看 特朗普的这个脸色 来行动 所以说 现在总的来说 就是他这个开局 然后造成了如此大的这种震荡 所以说 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 来走多远 我们不知道 但是说全世界可能要 为他的行为承担这种风险 曾经那个孔子说 那个好的政治 就是金泽月圆着来 看来现在圆着想去 也不能去不了了 真的 美国就是这样了 哎呀 这个希望是美国找回 这个金泽月圆着来 这个圆着保持这个好的 那个这样的传统和那个政治观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 谢谢